教育部有意在明年全面废除小六检定考试 本台记者今天走访 基隆坡孟沙一带抽样访问后发现 大部分人都反对政府废除这一项考试制度 认为孩子将失去学习和进步的动力 不过赞成的一方觉得 可以让学生快乐的学习 免于考试压力何乐而不为呢 教育部早在2010年就提出 废除小六检定考试的建议 改用课堂评估方式取代考试机制 培养孩子多元化创新发展 不是只会死读书 最近副教长穆斯里敏又挑起这个课题 指小六检定考试UPSR可能会在明年走入历史 一些受访民众表示 废除UPSR考试 不代表孩子就会停止学习 反而可以让他们摆脱硬考的学习状负 被拒绝了与UPSR, 我认为如果没有UPSR, 就没关系, 因为他们会继续学校到学校。 废除UPSR,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 很多人主要是担心, 一旦废除了UPSR, 就少了一个可以评估小学生学习进度的系统, 这样就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心态。 需要有这样的课程, 所以学生会一直在警察, 他们也会有准备的课程。 所以他们知道, 在那时期, 他们需要自己更新, 所以他们知道如何在课程中。 如果你们押击, 再回到课程中, 再次再次进行课程, 再次进行课程中, 如果课程中会这样, 就会有很多不同, 是否要去学校或是否要去学校。 我其实个人蛮不赞同取消这个小六的检订考试的, 因为我觉得, 没有一个中央的这个考试呢, 去鉴定学生们的这个表现, 是少了一些东西这样子的, 然后如果小孩子也没有经历过考试的话, 可能他们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程度是去到哪里,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持续性的一个, 一个中央式的考试来鉴定大家的表现这样子是重要的。 对我来说, 如果学校的小学习, 想说是很激烈的, 因为他们说是低下的感觉。 所以, 如果确定是很激烈, 应该是很激烈的, 人们说是很激烈的。 虽然民众的反应两极化, 但出发点都是为了让孩子更好的学习。 如果UPSR考试真的废除, 他们希望政府会有一套更完善的评估机制, 来鉴定小学省的学习成果。 马兴社电视,李于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